庆余年第二部大结局后 留下了不少谜题 诸如范贤的真气 为何突然间回来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叶刘云的那一道真气帮了范贤 还有范贤下江南的时候 怎么没有带林尔一起等等 一个个全都让人抓耳挠腮 百思不得其解 可与此同时 大家似乎都忘了另外一个谜题 也就是 陈萍萍为什么要把费戒给关起来 相信许多朋友都没有深想过 陈萍萍这样做的真实目的 究竟是因为什么吧 想来也十分正常 毕竟费戒在第二部的戏份 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对剧情的进展 也没什么推动作用 所以啊 大家意识之间 把费戒遗漏掉了 也实属正常 一 保护费戒 费戒原本是在江南公干 接到陈萍萍传信说 江南有一神秘人 专门猎杀检察院暗探 于是费戒就展开了 对那人的一系列追踪与调查 根据费戒的初步判断 杀人者的功力非常强大 速度之快 出手之狠 更是非常人所能及 再加上那人使用的武器 跟武竹的铁签极为相似 所以杀人的凶手 要么就是武竹本人 要么是有大宗师 用了跟武竹一样的武器 去栽赃嫁祸武竹 特别是当费戒追到京都后 那人竟像蒸发了一样 丝毫行踪也难以窥见 所以 费戒当即断定 是京都里有着一位 权势滔天的人 在护着假扮武竹之人 而陈平平瞬间也明白了 幕后主使大概率就是庆帝 所以当费戒侥幸生还后 陈平平立即就安排人手 用铁链束缚其双脚 不让他走出密室半步 毕竟 一旦凶手发现自己灭口不成 必然会再度来袭 到了那个时候 费戒就很难再有 如此好的运气了 二 防止费戒搞破坏 都说范贤有六个爹 但真正能为之豁出一切的 貌似也只有陈平平 五竹 费戒三人 毕竟这仨都是属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人 他们除了范贤之外 就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范贤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只要范贤能好好过 让他们被千刀万剐 也没的问题 故而 如果被费戒知晓了 陈平平接下来要安排影子去刺杀范贤 并顺便狠狠地给范贤一剑 演一场苦肉剂给庆的看 费戒是必要从中搞破坏的 毕竟费戒可舍不得陈平平拿范贤的命去冒险 而陈平平自然也清楚 这样做会让范贤遭受痛苦 但是他却必须这么做 要知道范贤在庆帝的心里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丢弃的棋子 要想保范贤圣恩长久 就必须演这么一出大戏 让庆帝重新审视范贤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所以 为了防止费戒半道上跳出来搞破坏 陈平平就把费戒关了起来 3.惩罚费戒 除了以上两点原因之外 陈平平之所以关费戒 还有可能是想顺势惩戒一番费戒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范贤大婚的那一天晚上 费戒和影子两个人曾遭到了陈平平的训斥 当时陈平平急着等费戒来找自己汇报调查结果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费戒的人影 一问才知道费戒跑去找影子打架了 原因是 害怕影子为了跟五竹过招 从而去范贤的婚礼上捣乱 好家伙 这可把陈平平气得不轻 要知道 陈平平这人掌管检察院几十年 全院上下没一个敢不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制度当差 如今 费戒竟敢不再回京都的第一时间 去找他汇报工作 陈平平怎么可能不处罚他呢 故而 费戒这次被关 没准也有陈平平想要教训他的因素在其中 相比较于五竹和神妙使者 四大宗师则不然 他们只是肉体繁胎 修炼的是真气 也就是核辐射的能量 也正是靠着这样的能量 这四大宗师才能够发挥可怕的力量 比如说 叶流云能够一剑斩半楼 四固剑更是能够做到 以意念遇见 而苦和更是可以利用周围的一切自然之力 增强自身的防御 庆帝的霸道真气 几乎可以做到无穷无尽 四大宗师实力强悍 但叶流云却对范贤手下留情 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叶青梅成就了他 不仅仅是叶流云 可以说叶青梅成就了四大宗师 叶青梅离开神庙的时候 见到了苦和和萧恩 给了苦和一部天一道心法 天一道心法让苦和成为了大宗师 从此苦和做镇北齐 成为了北齐皇室的守护神一般的存在 实力强横 防御无敌 之后 叶青梅和武竹去了东夷城 见到了四固剑 给了被所有人当成是傻子的四固剑一本无名剑诀 四固剑在剑道之上的造诣之高 无人能及 短短时间之内成为了四大宗师之一 灭了整个城主府之后 这位彻底踏入了大宗师的行列 镇守东夷城 南庆百万大军 无人能越过东夷城 而之后 叶青梅在丹州遇到了还是城王世子的庆帝 小太监陈平平以及范贤 叶青梅对庆帝还是有好感的 后来给了他霸道真气上下两卷 庆帝后来 在战场上成为植物人 却熬过了霸道真气最重要的一关 扑而厚利 成为了真正的大宗师 只是他隐藏极身 从不显露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他忌惮似大宗师的力量 想要对付大宗师 所以一直藏着 就是为了算计他们 至于叶刘云 其实并没有得到叶青梅的绝世神功 可是他和叶青梅的保镖武竹打了一架 被武竹吊打 之后学习武竹蒙着眼睛 想要领悟剑法 可惜没有进步 但是从武竹的身法速度 学习到了其中的原理 从而领悟出了刘云散手 这才成为大宗师事 说白了叶刘云的大宗师 其实多亏了叶青梅的保镖武竹 这也是叶刘云不杀范贤的原因之一 毕竟严格来说 他也算是武竹的弟子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 叶青梅自己拿着三部绝世武功 扛着巴雷特 还有一把手枪 为什么不自己修炼绝学 成为大宗师呢 要知道庆帝 苦和 四顾剑 叶刘云都成为了大宗师 如果叶青梅好好修炼 或许成为大宗师 只是迟早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 叶青梅如果成为大宗师 根本就不会死 但可惜的是 叶青梅到死都没有修炼成为大宗师 甚至于不会什么武功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她是功科女博士 所以对于这些武功不感兴趣 一心搞科研 当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也很无奈 那就是 她不适合修炼 我们知道 在这部剧中的设定里面 真气的本质 其实是核辐射能量 而叶青梅 是上个高科技时代留下的遗民 因为环境聚变的关系 一直在神庙中冰冻沉睡着 直到地球重新适合人类生存之后 才从冰冻中苏醒过来 这个世界的人身体 已经诞生出 能够修炼真气的经脉 所以 自然可以修炼霸道真气 可是叶青梅不行 她的身体 不适合如今的新人类的修炼方式 没办法修炼出真气 那三部神功 是神庙的智脑 推演出来 适合这个时代的人修炼的功法 能够帮助他们 吸收核辐射的能量 化为己用 而显然叶青梅 没有适合的身体 所以成不了大宗师 甚至修炼都非常的困难 当然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范贤可以 范贤是叶青梅和庆帝之子 他是这个时代诞生的人 有能够修炼的经脉 并不意外 只不过 范贤最终也无法成为大宗师 因为他错过了破而后利的大好机会 即便是得到了四大宗师的修炼之法 也成不了大宗师 根基已经出现了问题 除非 他能够再度破而后利 一切推倒重来才有可能 这种独立不考 让我把当中的格子 很长远 至远 在小兽 在小兽 感谢观看